漫威 我們現在在曼谷的一間商城裡面 它這邊的美食街有一個壽司店 舉辦了一個大胃王挑戰 它是限時20分鐘內吃完一個3公斤的超巨大鮭魚壽司 就算是挑戰成功 那它的獎金很多 是4000元泰銖 目前泰國的女生只有一個是挑戰成功的 感覺是一個蠻困難的挑戰 我們今天就打算來挑戰看看 看我能不能成功 好那我們現在就趕快進去吧 好那我現在準備要開始挑戰啊 好那我現在準備要開始挑戰啊 先戴一下手套 one two three go one two three go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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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4秒 成果成功了 阿满媽媽 太好了 太好了 阿满媽媽 阿满媽媽 不要緊張 阿满媽媽 Kick Thank you 好 好 那我們剛剛挑戰完了 我先來吃這個章魚燒 再吃一個 加一點芥末 它這個章魚燒吃起來 外皮是軟的 內餡用料非常的豐富 吃得到很多高麗菜食 我再來吃這個壽司 鮭魚的 好 那我們吃完啦 它這邊的壽司份量是一般的1.5倍 來這邊的話只要點一排199元的鮭魚壽司 再加購99元 就可以90分鐘他們那邊的自助把壽司無限吃到飽 大家如果有來曼谷可以來這裡吃吃看喔 好 那我們吃完啦 等一下再去外面錄結尾 如果你看這影片 你可以選擇他們 OK 她可以做 全部 好 那這次的挑戰非常開心 好險吃完鮭魚沒有餵食到逆流 大家知道什麼系畢業之後會去賣壽司嗎 美術系 好 那這次很開心打破了店家的最快紀錄 用了15分34秒 成功完食了4公斤的超級巨大鮭魚握壽司 那這家店他們一般的握壽司大小 就是外面正常分量的1.5倍大了 而且他們的吃到飽方案只需要花不到300元泰銖 就可以90分鐘壽司無限吃到飽 真的超優惠的 如果我住在泰國的話一定超常去的 好 那今天的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大家觀看今天這部 4公斤巨大花鮭魚握壽司的大胃網挑戰影片 之後我還會繼續陸續上傳 一些泰國的大胃網挑戰跟美食介紹的分享影片 敬請期待喔 好 那我們 我們來介紹一下 4公斤巨大大